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西诺宁强度消息 灵命飞完全体 草神即将复刻 5.0卡10角色抽取推荐 女随法未来可惜 平民玩家温夜才是最优选 复刻纳希达 似乎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可能因为同时复刻两位 岩戏角色会显得有些奇怪 只能期待钟离的复刻 推迟到5.2版本了 在主打5.3版本的卡池中 火神马威将亮相 目前尚无混池消息 我们需要密切关注 5.0前瞻直播的消息 以确定哪个版本将缩短卡池周期 以便在中年庆期间 推测出钟离卡池的相关信息 在西诺宁的抽卡池中 最新退出的复刻角色 是草神纳希达 在最近的内塔版本中 纳希达的实力相当触色 和纳塔等角色搭配 能造成高额伤害 然而 有一点让人困惑的是 西诺宁的另一位角色 灵灵刚需钟离 在5.1版本的复刻中 也表现出色 西诺宁的实力 已经被曝光 但其机制 仍然存在一些读点 目前尚不清楚 后续版本 是否会对其进行改动 医师每位玩家 都能体验到 完整的灵灵西诺宁 让我们先来看看 专家的观点 他们认为 15秒的减抗光环 无疑非常强大 但西诺宁缺乏生存能力 也就是说 灵灵状态下 没有抗打断的能力 因此 需要与像钟离这样 具有护盾技能的角色搭配 目前来看 除非该角色的数值调整 相当夸张 否则最终在测试符中的表现 将是怎样 还有待观察 5.1版本的卡池 确实是一个 非常值得期待的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 引入了备受期待的 新武星角色西诺宁 被运为《炎戏之光》 被戏称为 《炎万叶的西诺宁》 即将登场 从强度上来看 这位新角色 自然不会差 现在 玩家对输出角色的定义 通常是 是否能超越 水龙王那位强大的维莱特 或者是相当于 多少倍率的水龙王 因此 对于辅助角色而言 更关注的是 能够提升 那些老角色的实力 让他们在战斗中 能够有所突破 原神纳塔5.0版本 即将到来 两位新武星角色 也即将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的原石 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而说起5.0版本 角色抽取推荐 也是很多玩家 比较关心的 尤其是对于 平民玩家而言 纳塔开门合理 规划原石 是很重要的 就5.0卡池角色抽取推荐相关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 5.0卡池 新武星角色 马拉尼 基尼奇这两位 马拉尼定位是 女水法 基尼奇是 炒大剑 就相关的技能机制来看 马拉尼 基尼奇两位角色 在大世界的能力 还是非常不错的 马拉尼对于后台火 要求太高 除了香菱 没有一个人满足 或许后续火神登场 倒是有可能 只能说是未来可期了 倒是有点 纳塔林尼的味道 目前没有合适队友 却稳定后台火 而说起5.0下半卡池的 新武星角色 基尼奇 目前来看 基尼奇是一启动战场主C 但是他的大招 是后台范围炒商 和铃人倒是有点像 角色的优点也不少 像素龙互动特别有爱 攻击方式很特殊 大世界能力 跳跃加显示特产不错 强度的话 数值方面还可以 不过两命提升超大 可以说是质变 也不为过 至于5.0卡池复刻的 五星角色 目前说法较多的就是 万叶 雷神这两位了 两位角色的泛用性都很高 尤其是万叶 集聚怪增伤为一体 雷神的话 虽然强度在线 但是版本的环境更替 地位有所下滑 总的来说 复刻角色中 万叶抽取优先级更高 两位新五星角色 都是主C 对于不缺主C的平民玩家 还是比较推荐 等后续火神 恰斯卡等角色登场 所以说 各位旅行者们 准备好戳哪个角色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